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看看 学习调教自己的意念 这是下一站幸福的第四个题目 就是学习调教自己的意念 稍后我们读这段经文 其实是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需要背诵的经文 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读 不要被这世界同化 要让上帝改造你们 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 好明测什么是他的旨意 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这是这个礼拜 大家需要彼此的背诵 在这个经文里 在这里 保罗提醒我们 要靠着神去改造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这里的经文很明显说到 神没有说叫我们 要改造我们周围的环境 其实你可以看到神更加关心 我们的心思意念 内在的心思意念 还有灵命的成长 是多过于我们的环境 或者在我们的环境周围所发生的事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祈祷 求神拿去我们的困难、痛苦、伤痛、苦难 或者一些病痛、一些挣扎 但是神却在这里跟我们说 其实这些也很重要 这些不是说不重要 这些也很重要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在这些事情里 我们如何可以有内在生命的改变和成长 所以我们今天就看看 一个健康的心思意念 是一个被神更生去创造的心思意念 其实如何去调教自己的意念 如何能够改变了、调教了、更新了你的意念 你会发觉你的生命是不在一样的 我们就看看如何去调教自己的意念 第一件事就是要让神的度充满我们 要被神的度充满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身体需要营养 如何有健康的身体呢? 其实有几件事 就是要有健康的饮食 以及要有健康的饮食的习惯 才有健康的身体 我认识了一位弟兄 他很注重饮食、很注重运动、健康 他现在正在锻炼六够腹肌 我就问他有什么秘诀呢? 原来他说要注意饮食 如果只是做运动也不足够 也不可能是很见效的 有六够腹肌 究竟如何呢?秘诀如何呢? 原来他说食物也很重要 他说现在吃什么呢? 就是吃沙律 还有那些鸡都不能够煎 不能够炒 不能够炸 更加不能够炸 他说那些鸡是怎样的呢? 他说就是用水来煮 这样他就可以练出六够腹肌了 我相信我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他的点在哪里呢? 他的点是说 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 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一样 若是天天被这些垃圾的资讯 来充斥我们的脑袋的时候 那些结果是可想而知 举一个例子 比如你叫那些小朋友选 你选择披萨 还是选择披萨沙律 其实百分之一百 他们都会选择披萨 也不会选择披萨 你可想而知 长子以往这样的时候 身体又会变成什么呢? 天天被这些垃圾的食物充斥的时候 身体的健康都可能会没有 同样我们的脑袋也是 若是经常要把这些垃圾的东西放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的时候 你想想我们的结果是会如何 灵命或者整个人的身体、意念、心思都会很不健康 所以耶稣就在《玛特福音》四章四字里这么说 耶稣回答说 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所以这里也说给我们 耶稣一早已经提示给我们 提醒我们 要被神的话是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 这样我们才有一个健康幸福的人生 原来在牛津大学里面有一个叫做牛津分析社 叫做Oxford Analytica 叫做牛津分析社 他们其实每一天 大概有二十个顶尖的在牛津 在牛津里面的学者 每一个早上五点半到六点钟他们就起床 就在这个会议厅里面收集整个世界 在过往的二十四个小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就在这里讨论 在这里拿一些意见 然后就找在事情上的那些专家 他们就找那些专家 看看他们的意见 收集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然后在十一点钟 他们就会收集这些资料 造成一份的报告 叫做牛津分析的报告 这份的报告是世界各地很多的国家 包括美国、中国、欧洲的国家、苏联 有很多大的公司都不惜出很多钱 来买这份报告 为什么呢? 原来这份报告的精神背后就是 最好的领袖是需要最好的资讯 去做最好的决定 你可以想到 其实我们也是 如果我们是需要有最好的资讯 最好的营养 或者最好的心思意念 或者最好的知识 令到我们作出一个最好的决定的时候 那我们就需要被神的道去充满我们 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如何充满法 我们是何时充满呢? 大卫说得很好 在诗篇189篇 第97节和147节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是整天的 是被神的道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看看大卫怎么说 他说我多么学慕你的法律 我整天不断地去思上他 天亮以前我呼求你 我的希望再负你的应许 我们圈着他 我的希望是在乎你的应许 这里看看大卫他怎么说 他说我天天是整天不断地去思想你的话语 他说就算在天亮以前 我已经在这里思想 在这里呼求你 因为我的希望是在乎你的应许 在圣经里面 原来大概有七千多个应许 在圣经里面 如果你想你的生命成为一个充满应许的人 就要上上去查考这本圣经 要近读这本圣经 如果对这个生活没有盼望 或者没有出路的时候 你更需要上上去让神的道充满你的心思意念 因为大卫也这么说 他说我的希望是在乎你的应许 你愿不愿意你一天的开始是充满希望的 还是你一天的开始是用沮丧来开始你的每一天 其实这个选择就在我们的手上 保罗 这里大卫他说到 他说我的希望是在乎你的应许 我们再看看大卫 其实他一生里面 是经历了很多的困难险阻 有一段时间他为了要逃避 这个素罗王的追杀 流利浪荡 今天可能住在一个山洞里面 明天可能去到这个抗野的地方里面居住 他也不知道明天 苏罗王的军队会不会找到他 如果找到他的时候 就会被杀 你想想他在这么危机重重 压力的底下 他仍然都是什么呢 仍然都是思想神的话语 我看看他怎么说 在他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 他说什么呢 在诗篇第119篇第95节 他说 邪恶的人要等着 要杀害我 你想想 每天都被追杀 你想想他的压力是多大呢 他用什么方法 来对抗这些压力呢 他就说 但我仍然是思想你的法律 他仍然是奏夜的思想 神的话语 如果 放 past us 在大胃的处境里面的时候 如果有人要谋害你 或者有人要伤害你的时候 会否是思想神的话语的 其实还不太大可能 可能我们会想想怎么去报警 或者想想想又逃跑 或者想想把自己所适往 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队上好几把锁 或者怎样 但是你想想 大胃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 他仍然是思想神的道 这个是如何应用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生命里面 生活里面 多多少少都会碰到危机 困难和险助 或者四面受敌 或者有时候你找不到这些出路 我就鼓励你 用神的话去充满你的思想 充满你的意念 因为神的话 就能够给你有希望 安慰和鼓励 黄明道是一个很有名的中国的传道人 当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 日本的军队 军方派了一些人员 来找黄明道 因为知道黄明道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他的影响力也会很大 想着找黄明道 能够跟日本的军政合作 黄明道知道这件事之后 非常通腐 一方面他知道他不能够这样做 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汉奸 对不对 另一方面他不做的时候 可能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被日本的军队拿去 或者要坐牢 或者是要受刑 或者甚至要受苦 或者是会受死 他自己在自尊里面写了这一段经历 就是说在那一晚 他知道第二天就要去见日本的军政人员 他那一晚心里面非常忧虑 非常忧伤 他就在自己的房子里 躲着祈祷 他流泪祈祷 他读神的话语 一直这样 读神的话语 祈祷 祈祷之后又读神的话语 最后他得到神的安慰 以及特别给他的平安 他自己又知道了 他说神会看顾 他一早就去了日本的地方 这个军政办公的地方 很奇妙地拒绝了 但是那些日本的军政人员 没有做到任何伤害他的事情 他平平安安地走出来 这个也可以这么说 跟大卫的经历非常相似 所以不知道你们在生命里面 有没有正处于这种危机的里面 或者这种危难的里面 四面受敌 好像是没有出路 我鼓励你 今天开始 打开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 是充满你的思想 充满你的意念 你就可以得到神的应许 你就可以得到神的话语 给你那种平安 我们怎样去调教我们的心思验呢 除了要被神的道充满我们之外 我们还要不要被有害的意念 来捆绑 不要被有害的意念 来捆绑 其实我们的思想里面 是充斥了很多的谎言 很多的毒素 有害的意念 和有害的思想 有些人可能 是经过这个童年里面 或者他以往的生命里面 是碰到一些很负面的打击 或者是很负面的一些影响 譬如小朋友的时代 或者青少年的时代 被人打骂 或者做事慢一点的时候 被人骂 你都没用的 是吧? 或者当你反应慢一点的时候 或者可能被人骂成一块饭 或者你们都听过 被人这样骂过 如果你站在那里 笑面迎人的时候 人家都会这样骂你 笑得整个好像十熟九头 我笑了 你也不用那么负面 以后可能令你不笑 你会发觉很多中国人 拍照都不会露出牙齿 都是这样 顶顶就是这样 可能小时候被人骂得多 你笑得整个十熟九头 所以我现在就不笑了 或者你面上有疙瘩的 整个中无盐 有疙瘩关于什么事 都要加个名字 整个中无盐 好了 比较活潑的 整个脱脱的猴子 我喜欢玩而已 你也不用说我像猴子一样 有一个在内地里面 我认识了一个青少年的同学 那时候是中学 他就被那个先生在那里骂他 骂他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样子已经生成这样了 你还不用工吗 你能否认识到 那位是一个女同学来的 意思就是说你的样子已经这么丑了 你如果再读书读不行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我自己觉得 这位先生真是骂得 这样也可以 所以你会发觉 生命里面有很多这些有害的意念 可能是会捆绑着我们 可能以前是积聚下来的一些经验 其实我们在生命里面 有三个很厉害的敌人 我们需要去面对 而且这些敌人 评论给我们这些有害的意念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老我 自己的罪性 我们看看罗马书怎么说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五节 罗马书第六节 他说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生灵的人 体贴生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生灵的 乃是生命平安 这个老我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性 就是一些不良的习惯 譬如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找一些 做一个藉口 我是这样的了 我是这么直的了 我是这么真性情的 其实就是掩饰了自己 喜欢发脾气 一些漏杂 或者是在事上的 去不知不觉里面 去得罪别人 是吗 其实我们应该是反省一下 究竟为什么我会常常 开口是得罪人的 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呢 是不是我自己 是真的太值得呢 是不是 自己的老我会出来呢 是不是 我们反省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多的 学习基督 更多的 用爱心来说诚实话 彼此的包容 这样才可以 是将这些有害的意念 来到去消除 是吧 将这个老我 慢慢来到去 好像主耶稣那样说 要捨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他 是吧 保罗也也说过 将我们的老我 天天的钉在十字架上面 是吧 天一天的 是更加的 像我们的主耶稣 这个老我 是我们第一个的敌人 另外一个敌人 就是这个撒旦 在哥伦多后书 第二章 十一节那里这么说 他说 免得撒旦 趁着机会 是胜过我们 因为我们 并非不懂得 他的诡计 这个 撒旦是很想 控制着我们的思想 但是他不能够这么做 除非 我们是让他 去控制我们的思想 如果我们是不让他 去控制我们的思想的时候 但是他很多时候 就会用一些试探 就会在我们的耳边 建议一些东西 给我们 种下这些 是伤害我们的种子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从撒旦而来的 譬如你们有没有经验 大家在讨告的时候 或者是在听道的时候 或者是在唱歌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佬 突然间有些乱七八糟的 那些思想进入来 是不是 为什么会这样 我现在在唱歌 或者我正在敬拜 或者我正在听道 或者我正在祈祷 突然间有这样的思想进入来 乱七八糟 其实这些都是 撒旦 是将这些意念 来入侵我们的思想 这些都是从撒旦而来的 撒旦在圣经里面说 是一个控诉者 是一个说放之乎 他将这些方法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叫我们不信服神 叫我们不相信神的爱 譬如他会说一些 对于我们思想有害的东西 譬如今天一定很黑仔 或者我发觉所有人都不喜欢我 或者是会跟自己说 我好丑 或者如果你是我的时候 我就不会见人了 或者我就死了算了 你一定不能够做这些事 不如放弃 去发生气 去报仇 或者去恨那个人 这些都是从撒旦而来的 我们如何分辨从圣灵来的提醒 以及从撒旦来的控诉呢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方法就是当这些意念 或者这些 你不知道是从神的灵而来 还是从撒旦而来 一些提醒 如果是神的提醒的时候 是会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生命 或者提升自己属灵的生命 不会是只得了控诉 譬如说近段时间 好像比较少了崇拜 或者比较少了小组 若是从神的灵而来的时候 那个反应就是 不如这样吧 我这个礼拜回来 或者我尽量抽空去参加这个小组 这个就是从神而来 因为结果是会提升自己的灵命 如果从撒旦而来 他会怎样呢 就是说 喂 你都不回这么久了 不如不要回 不好意思而已 牧师一会问你 为什么这么久不见你 你怎么回答 很没面子的 不如不要去 陈牧师一定会问你 或者我都不回很早 这么久了 都不回了 算吧 自己又忙 我又辛苦 这些是将你的灵命越拉越低的时候 这些一定是从撒旦而来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第二个 第一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老我 第二个敌人就是撒旦 第三个敌人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我们看看约翰一书 第二章 第十六节 他这么说 他说一切熟世的事 好比肉体的欲望 眼目的欲望 以及人一切的虚荣 都不是从天父来的 乃是从这个世界而来的 你看看 肉体的欲望 有人用一个字来形容 它叫passion 眼目的欲望 用这个possession possession 就是说 是拥有那些物质的东西 来形容这句话 人的一切的虚荣 就是用另一个p 就是position 来形容 这个都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有人也是用什么呢 用性 用assess salary 以及success 来形容这几样的东西 所以 老我 撒旦 和这个世界 常常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将这些有害的 这些心思业 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难怪我们会沮丧 难怪我们会灰心 以及会失败 我们如何来战胜 这些有害的思想 以及意念 其实在《哥伦多后书》 第十章 三至到第五节 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 和答案 我们又看看 保罗怎样跟我们说 《哥伦多后书》 第十章 三至到第五节 他说 因为我们虽然在这个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这个血气来增战 我们增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盈女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难阻人认识神的 这些至高之士一概攻破 又将人所有的心思夺毁 都使祂信服基督 这里就说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去攻破坚固的盈女 这个坚固的盈女 英文叫《stronghold》 就是一个承宝 这些盈女 包括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会自己想 神不爱我了 或者我其实不需要一定要听神的话 或者我不需要一定要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事 我都能够找到生命的快乐 或者生命的意义 这些都不是从神而来的 这些《stronghold》包括错误的价值观 享乐主义 人生最重要是好玩 性开放 或者是物质主义 拜金主义 有一句说话 可能你们也听过 有钱不是什么都可以 但是没有钱 就什么都不行 不知道你们没有听过 这些其实是很明显的 是一种拜金主义 另一个就是自己的态度 也是一个坚固的盈女 譬如说 是不愿意原谅别人 不愿意原谅自己 好了 保罗就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去战胜这些有害的思想 我麻烦你圈住这两个字 他就是奪回 而且是信服 奪回的意思就是 他说其实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 是吗 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要想什么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 受管治 另外他说是顺服 顺服什么呢 顺服基督 顺服基督 有位姐妹分享自己的见证 他说有一个特别的聚会 就是在家里 他就不是很开心 他每一次感觉到这些不开心的事 他就去洗手间祈祷 祈祷出来 他又出来和朋友来招呼他们 但是招呼了一会儿之后 他又觉得不是很拖子 不是很开心 他又回到洗手间 做什么呢 就在洗手间有祈祷 内会是几次 最后他出来的时候 那些朋友就说 为什么你这么好笑 为什么你这么喜乐 原来他明白到了 当他每一次在洗手间祈祷的时候 神就帮他将这些有害的 这些负面的 这些情绪 这些意念 慢慢地拿开 所以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顺服基督 最后我们来看看 我们如何去调教我们自己的心思和意念 除了被神的道充满 不要被有害的意念捆绑之外 我们还要专注在有价值的事情上 我们要专注在有价值的事情 其实这里一样也说得很清楚 有价值的事情 就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 其实有几样的事情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有永恒价值的 第一件事 我们要事上思念这位主耶稣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八节 他说 你要记得耶稣基督 他是大胃的后代 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 这是我所传的福音 这里就讲了一个真理 就是我们经常想念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他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 我越来越像苏仙姆 像他好一点 像他漂亮很多 这里也是一样 当我们经常思念这位主耶稣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效法他的样式 你记得有一个在斯团传有一个故事 就是讲到这个斯提反 他是其中的一个执事 很有熟灵的智慧 很有这个口才 接着是那些犹太 那些长老 那些律法师 很不喜欢他 捉了他 想着用石头来打死他 当他要准备死亡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 主啊 不要将这罪贵于他没 其实这句说话 他学习主耶稣 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主耶稣就说 父啊 你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原来斯提反 他学习耶稣的样式 你知不知道他说完这句说话 他真的被石头打死了 但是原来在那堆人的中间 就有一个人叫做素罗 或者叫做保罗 而现在保罗 后例他因为斯提反的见证 因为他在半路上 他遇见这位主耶稣 他的生命是怎样的 完全的改变过来 所以在他书信的里面 我相信他一直在想 那时候斯提反是怎样的仇死 而我在旁边是有份的 我将那些脱下来的外婆 我帮他们拿着 所以你会发觉 保罗在他书信里面 常常提起他自己 就是什么 我是罪人中的罪夫 即是罪的头头 但是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斯提反 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 他这个生命就影响了保罗的生命 而保罗就成为初期教会 一个是将这个福音 传遍当时的罗马帝国 各位的基督徒 所以耶稣 祂是什么 今天 昨日 直到永远 都是不变的位主 当我们学习他的时候 我们就什么 我们就有这个价值 一个永恒的价值 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也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就在天上的父的面前 就会承认他 有一天 耶稣基督要回来 耶稣基督就会说 你是一个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他会给我们赏赐 你想想 这个是比世界上任何的赏赐 是更加的宝贵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第二 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要顾念别人 我们要顾念别人 《非诚勒比书》 第二章三节至第五节 他说 不要自私自利 不要贪徒虚明 要给此的谦阳 看别人是给自己高明 不要自己顾自己 也要是关心别人的利益 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 为心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关心别人的需要 我们要关心别人的灵魂 因为人的灵魂是有永恒的价值 其实这个是与世界的价值观 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这个世界 常常教导我们 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囚算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利益 来做这个大前提 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就是要关心别人的利益 不要自私自利 我们要不要整个世界都会围住我们来转 不要看得自己是太过重要 所以我们就为什么要有这个小组里面 我们就可以在小组里面学习了 如何去顾念别人的需要 如何去顾念别人的灵魂 最后我们要思念什么呢 我们要思念永恒的事 第三样是有价值的事 第一样就是我们思念主耶稣 我们要顾念别人的需要 第三我们要思念永恒的事 《哥罗西书》第三章二节那里这么说 它说你们要专心于天上的事 而不是地上的事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为永恒来创造 我们是一个有身体的灵魂 不是一个有灵魂的身体 我们是一个有身体的灵魂 比如很简单 我们去登场 登场我们简单为主 带一个睡袋 一个帐篷就够了 每样都要简单 就算吃都不会带很多煲、叉 一个大盆就差不多够了 会不会有人带上相架 让我挂在自己的厅里,我露营 或者我怕睡得不舒服,我带上玻璃 当然现在有打气,比较方便 你不会带那么多东西,因为你知道 这个露营在几天之后就会过去 你只不过路过这个地方 你只不过在这里搭了这个萤幕 很快这个萤就会拆下来 其实人生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暂居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过路人 很快这个帐幕就会拆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 当我们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 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永恒那里 对吗?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大部份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什么事情上? 我们有没有将这个永恒的事情 作为我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有没有为我们的永恒来做打算 来做准备呢? 就是这样 我们大部份的祈祷 祝我们多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到你的面前 多谢你的话语的提醒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思意念 教导我们懂得如何调整 我们的心思意念 好叫我们成为一个主你所爱的 跟随着 主要我们多谢你 叫你的话语继续的鼓励 帮助我们 我们祈祷奉靠着耶稣 祈祷祈祈祈祷 Amen 我們在這個系列有些特別的事情要做 大家會看到這張字後面是《本周我的目標》 大家拿出來 我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 能否在這一兩個星期內 選擇一件有永恆價值的事情去做 一件就夠了 寫在這裡是你的目標 剛才說了永恆價值的事情 就是諸耶穌、別人、永恆 你想想有些什麼 現在立刻寫下它 我們這個系列大家都有一個交流 我希望大家一同來做 這一段經文我們要背重 在這個星期內 讓這一段經文充滿了你的心思意念 我們讀一讀這段經文 十二章第二節 我們讀一讀 希望將這一段經文放在我們的思想裏 我們一起 不要避者世界同化 要讓上帝改造你們 更新你們的心思意念 是祂的旨意 知道什麼是良善 完全可蒙越南的 羅馬書十二章二節 希望你能夠拿出你的手機 你是準的 把這個拍下來 作為這個星期的手機 即使你一打開手機 就看到神這一段話語 叫我們有一個更新而變化的心思意念 我們用一段的詩歌 來彼此的免禮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